你目前画过的最贵的弹卡是多少钱? 一套300万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美女的画室 这是她的工作室 这些都是你画的吗? 对,是的 好大呀,这是多大的呀? 60升90 6比9? 60升90,对,这是一套的 这一套是古阁王朝里边的壁画 红店里边的壁画 这可以拍吧? 可以呀 好像很多弹卡店都不能拍 可以 这是原创 所以那些弹卡画是为什么不让拍 就是主要是怕被 抄袭嘛 对呀,就是版权嘛 我这一套卖300万的 就是这四张吗? 不是 一张 一,二,三 这是其中的三张 就是古阁王朝里边整个的壁画 都让我画下来了 然后之后它一共有20几张 然后可能要花20多年的时间来画它 哦,所以这三张你画了三年 差不多 这样的一张就是要 就是认真画 不接别的活的话 要画多久? 要画六个月到八个月吧 你问一下你今年多少岁? 我今年二十八十五岔 不对,三十六 我刚过完小的 那那个,你画弹卡画多久了? 画了十年 大学毕业之后就开始画了 你大学是学美术的是吧? 对,是 为什么会想到画弹卡了呀? 机缘吧 万贯皆是令,万别不留任 弹卡好像分很多个画派是吧? 对,是的 你是属于哪种画派? 吉刚派 就是市面上非常罕见的一个画派 嗯,也是就是所有同行里边 就是卖的最贵的一个画派了 所以 为什么这个画派 因为历史比较悠久 嗯 它的,就比如说它的祖师或者是什么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应该是从公元八百年的时候吧 那是很早期的 对,很早很早 这个画派有什么特点? 它会有一些暗花 看什么后面有很多这种卷连纹啊 然后有这种暗花 然后别的画派是没有的 它这种暗花都是封出来的 对,是染出来的颜色 哇,特别惊喜 嗯,是的 就像这种啊 就是这种免唐派的是没有的 没有暗花的 这种是免唐派 对,是 免唐派好像就是那个 现在大昭寺和那个里面最多的那种 是吧 对,对,对 是最普遍的画派 然后还有一种画派就是 那个嘎玛大士嘛 是像中国的山水画这样 就是它比较融合一点的那种 哇 我都惊了 惊了吗 对,这一套 要花六到八个月 还是没有其他活的情况下 对 这是之前就有一个刻固定的 唐派就是中国最精致的工笔仲裁 最繁杂的工笔仲裁 对 它的这个颜料是不是都是 要用矿物石 矿石的 成天然矿物颜料 看到什么绿松纸的 清冰石 大竹子磨上的粉 来来来来 我看看 这个特别贵的颜料 对,都在这呢 看这就是绿松石磨上的粉 贼如果说绿松石是这种绿 那纯是测毒的 因为这个绿是孔雀绿 就是孔雀石 孔雀石磨出来的 绿松石磨出来都是这种淡绿色的 然后这个是红珊瑚的 红珊瑚不磨出来的 看珊瑚 然后这个是青金石 青金石看到吗 上面有星是呢 看到了 然后这个是珠沙 珠沙磨出来的 都非常昂贵 然后还有一共就是黄金 能问问多贵吗 非常贵 有一个颜色叫帝王青 它比黄金的价格还要高 就500多一克 哇 那照你这么说的话 那街边上卖那种 两三千块钱一服 那都是假的吧 这熊黄嘛 这黄颜色的熊黄 然后后面这就是珠沙 那这就是 这个珠沙深色和浅色的是 不一样的珠沙吗 还是都 不是 是染出来的 我们是要铺一遍底色 然后在上面再染 用植物颜料去染色 植物颜料是透明色 就是植物色 然后它才能染色 勾线用的也是植物色 只有铺底色 就是这种铺的底色 用的是矿物色 绿松石染上来是什么颜色 绿松石是 是这种淡淡的那种云彩的颜色 这里没有 这里没用 是的 那这个黄色是什么呢 熊黄磁黄 熊黄磁黄 就那石头 桌上有 我听说还有金鱼 对啊 这个黄金呢 这就是纯金 24K纯金 哇 好贵 太奢侈了 是 所以卖的就是不便宜的 真正的糖卡卖的都是不便宜的 如果看到市场上 如果这么大一幅 卖一两千两三千 没有没有 我看到他们那种小的卖两三千 其实就差不多这个龙这么大的那种 哦 那有可能 有可能 但是是那种化工很一般很一般 对 化工很一般 然后它的染料 它用的染料 绝对不是那种纯天然化面的 如果是在八坡街看到的话 那就 更 水更深 是的 因为他们那地方房屋也贵 哦 所有的糖卡全都是佛像对吧 不 不是吗 不是的 嗯 还有人文历史 然后还有医学糖卡 对 医学糖卡是化什么呢 植物啊 人体啊 人体解胞学啊 藏医学是非常有名的 嗯 是历史非常悠久的 还有藏医学的博物馆 嗯 然后里边有很多 很多就是医学 医学类的糖卡 现在已经很多人都不会化了 那比如说就是从学习糖卡开始啊 到你稍微有点作品能拿出去展示 你觉得这过程需要多长时间 就是有一个会合 就比如说就比如说是一个美术生 从高中开始学美术嘛 然后考考艺术类的学校 到你最后能够画糖卡出来 你觉得 我是从九岁开始学画画的 嗯 然后我学画到现在三十六轮 我都画了 好多年了 所以你如果没有基本功的话 嗯 我觉得你没有个十年二十年 是画不了糖卡的 是的 因为特别精细复杂 而且人体的比例结构什么的 是的 而且糖卡还涉及到一个问题 就是一个设计的问题 嗯 你知道吗 有些很多化石 他们就是那种 祖祖被传下来的 然后师父教你怎么画 你就要怎么画 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创新吧 尤其是嗯 就是那种比较传统的化石 然后对于我们来说呢 就是可能是学设计的 本身就是学设计的 嗯 然后呢 会加一些自己的想法在里面 会加一下自己的创作在里面 是在内容上的创作 对 是的 还有那些花纹呢 一些配饰啊 云朵呀 这些呀 那是要是熟读很多 对 佛教的经典 对 为什么在西藏画上卡呢 就是因为西藏的 那个 就是天年的寺庙比较多嘛 然后之后你可以经常看那些古老的地画 嗯 嗯 但是它就不让拍照的 你只能凭记忆 对啊 而且有很多就是会买到那种资料 很很难贵 唐卡的书非常贵的 嗯 嗯 是不是对佛学也要有一定的运气 肯定是要有研究的 肯定是要有研究的 而且 就是在 那个 唐卡里面 上面的上界的佛 下界的佛 那都是不一样的 不能随便画的 对 嗯 听说每一幅唐卡都是一个完整的故事 嗯 也有这个说法吧 有那个佛本故事唐卡 嗯 佛本身故事唐卡 但是这种应该不是吧 你画的这个 哦 这个不是的 就是佛像 对 就不是的 这叫释迦法轮 是释迦摩尼在说法的时候的一个造像 哦 嗯 那这边 你本身信佛吗 信呢 我信佛呀